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首先是 美國人現在很緊張 美國除了昨天地鐵爆發了 很恐怖的槍擊案之外 美國的通膨讓很多人 快要活不下去了 面臨40年來的新高 3月份美國的通膨率 再度飆升到8.5% 衝擊了美國的期中選舉 也考驗拜登這個經濟題 經濟考卷他如何作答 但是沒想到拜登把通膨的責任 推給俄羅斯總統普丁 說都怪他 還有推給中國封城 但是經濟學家現在分析 美國跟歐洲的國家 在這麼高通膨的時期 又要加重制裁俄羅斯禁運石油 這根本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世界貿易組織 WTO 再度對俄烏戰爭全球影響 發出了一個嚴重警告 他說俄烏戰爭可能會引發全球的經濟解體 那麼受到了國際情勢的不穩定通膨這麼的高 美國聯準會有意要加速升息等利空的因素呢 美股最近像雲霄飛車一樣劇烈的震盪 那麼當然也影響到台股的部分了 納斯達克100指數呢 最近四個交易日市值直接蒸發一兆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29兆元 那這個狀況呢 分析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警訊 短期之內呢 有持續下跌的空間 那麼美股呢 三大指數在今天有漲轉跌 那麼是受到了醫療股還有金融股的拖累 那聯準理事會布蘭納德重申 FED需要迅速的來應付 處於10年高位的通貨膨脹 那麼現在呢 第一二物戰爭再來是疫情 全球也出現了一波糧食危機 你有感受到嗎 平常銅板價的小吃都變貴了 從巴基斯坦主食印度香飯 到韓國人每一餐都要吃的 Kimchi泡菜 不斷的變貴漲價 那麼在今天的全球大視野 我們要帶您走一趟街頭 世界各地的街頭 我們從庶民美食的角度 一起來分析 全球的通膨現在長有多兇 再來二物戰況第48天的更新 美國科技公司的衛星拍攝五角大廈 也證實大批的俄軍現在向烏冬在集結 包含裝甲車 大炮軍車 支援補給車 這個顯示呢 俄軍現在要大舉的攻擊烏冬頓巴斯地區 那麼烏克蘭滯空俄羅斯 到底有沒有 烏克蘭也指控說俄羅斯用化學武器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今天也坦言 美方其實也沒有辦法證實啦 那烏克蘭也拿不出證據 只是呢北歐的芬蘭瑞典說傳出驚嚇 有機會嗎 希望要加北約至少提出申請 但是俄羅斯就很不滿 公開表達強烈的反對 同時也警告了 芬蘭跟瑞典加北約也不會帶給歐洲 更加的穩定 好 這是今天呢 為大家盤整的新聞要點 那首先呢我們今天一開始 哇 昨天不曉得大家在新聞影片 還是在Instagram有沒有滑到 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當時嚇壞一開始我以為是惡作劇 想說是誰在車廂裡 放了煙霧 結果發現不是耶 原來是槍擊事件 美國再次發生了槍擊事件 搭地鐵也不安全了嗎 而且這個地點是在鬧區 還是在人很多的上班時間 紐約布魯克林區36街的車站 在12號上午發生了一起 非常嚴重的槍擊事件 一名男子呢 拿著槍朝著車廂內跟月台開槍 他還戴著防毒面具 時間點在早上通勤人很多的 尖峰時間 他在車廂裡頭呢 觸發了煙霧彈之後呢 開始開槍造成29人受傷 10人中彈 那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收到 有死亡的消息 那麼當時車廂裡頭的乘客 一片慌亂 大家都在吵 有的人衝出車廂外 拍出了一片混亂的景象 而讓人覺得心寒的是 一邊的車廂受到槍擊 大家往別的車廂再跑 沒想到別的車廂的民眾呢 可能也是擔心怕中彈 居然冷眼走壁 連忙都沒幫 那麼目前 開槍的槍手身份已經掌握了 只是美國的警方還沒抓到人 列車一開門 伴隨陣陣白言 所有人蜂擁而出 精神尖叫逃出車廂 有人不時回頭張望 有人受傷被攀扶出來 還有人似乎腳受傷 瘸著腿奮力跳出車廂 痛到不知倒地 月台上處處都是血跡 也有男子跪地為傷者 進行CPR急救 由於車廂間 原本就無法直接通行 槍擊案發生當下 乘客想要逃到別的車廂 猛拽門把狂敲門都打不開 在一片濃煙中遭到槍擊 只見隔壁車廂民眾也嚇到不行 紛紛走壁 不敢上前開門幫忙 紐約布魯克林區 日落公園附近的 36街地鐵車站 12號上午交通尖鋒期間 發生這起槍擊案 槍手戴著方都面具突然開槍 爛射33槍 至少10人中彈 而坐在槍手旁邊的27歲男子 逃跑時膝蓋遭到射穿 這是我生命最悲痛的 我認為我可能會再擔心 我可能會再擔心 警方在現場發現 裝有爆裂裝置的袋子 還找到一張信用卡和貨車鑰匙 尋現追查到這輛貨車 並且公佈足用這輛貨車的62歲 非裔男子詹姆斯的照片 目前警方仍將他鎖定為關西人 我們也知道警方能夠 把他刪除了U-Haul 但資料也說 有一個貨幣 雖然警方不以恐怖攻擊為調查方向 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市政府還將懸賞5萬美元 呼籲民眾提供線索 加快腳步追捕嫌犯 記者綜合報導 槍擊兇手還在逃 那美國總統拜登為了拚選舉 他的造勢也繼續進行 他在IOR進行造勢演說 向群眾表示 他跟第一夫人為傷者祈禱 那同時說了 包含FBI的幹員在跟紐約當局合作 絕對不會放鬆 直到找到肇事者槍手為止 美國槍支濫用的問題 一直都是美國長年來 每次到了選舉 大家又會提出來討論 但是有解嗎 依舊無解 那麼時時刻刻把人權掛在嘴邊的美國 美國國務院又發布了一份 2022的人權報告 報告當中又開始關注別的國家了 關切大陸對新疆實施種族滅絕 破壞香港自治 以及安全部門侵害人權等等的問題 然後美國這份報告呢 又關注了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勞動權益 國務卿布林肯說 人權應該是普世價值 許多政府錯誤宣稱要因地質疑 恰恰他們是嚴重的人權侵害者 還包含了前國務卿龐佩奧認定 新疆地區發生種族滅絕 還提到了北京破壞香港自治 公民自由以及民主機制 還提到說港府威脅或逮捕泛民派 好 對於種種呢 指控跟香港跟新疆跟大陸的這些議題 美國真的管很大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今天也作出回應 他說呢 美國人掛在嘴邊的人權 就是美國政府推行霸權的遮羞補 美國所謂2021年國別人權報告的涉華內容 和布林肯國務卿有關表態 罔顧事實 顛倒是非 充斥著政治謊言和意識形態偏見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中國的人權狀況如何 中國人民心中有意敢稱 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 國際社會早就有目共睹 這都不是美國某些人說幾句話 或者發表一個報告就能夠詆毀的 美國政府年復一年 借所謂人權報告 詆毀 抹黑中國 攻擊世界多國多地 企圖將自己塑造成人權判官 這恰恰暴露了美方的虛偽和雙標 若論尊重人權 保障人權 美國可謂是內外欠仗 罪行累累 對內 人權是美國政府始終沒有兌現的空投支票 美國自己現在人民的經濟狀況 其實也生活得非常的辛苦 甚至有人說光是要付這些水電費 房租 油錢跟買吃的 他的薪水已經快過不下去了 經濟不好 通貨膨脹率這麼高 結果現在美國說怪俄羅斯 怪普丁 怪中國 美國這樣帶風向 您覺得對嗎 好 美國現在有一份報告 面臨了1981年以來 最嚴重的通貨文危機 但是外媒的分析卻怪罪 俄務局勢 還有中國封城供應鏈等等 那美國不斷地要歐洲國家選邊站 一直去制裁俄羅斯 難道就不用對世界的經濟衰退負責嗎 食品 能源 房租價格都在漲 美國三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同比上漲了8.5% 這已經創下1981年12月以來的最高紀錄 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 贊迪 他說這個情況很糟 這是一場經濟風暴 俄羅斯入侵 油價的飆漲 中國的封城供應鏈進一步的中斷 導致工資增長加速 還有一些職位的空缺 他提到了我們正面臨艱難 兩個巨大全球供應的衝擊 現在市場預測為了要遏止 目前美國的通貨膨脹是40年來最高 所以美國 美聯儲 可能會大幅的縮緊他們的貨幣政策 有經濟學家表示 市場預期 美聯儲5月的時候很有可能會加息50個基點 如果說通膨比想像中更嚴重的話 這個報告持續的話 可能導致6月美聯儲再加息50個基點 現在的紐約時報分析 他說中國的疫情也可能會導致美國出現進一步的產品短缺 這個報告當中表示近幾個月以來 實施的嚴格的封城封控 對美國的製造業 零部件製成品的供應 帶來了一個風險 什麼樣的風險呢 他提到了儘管中國試圖在疫情期間 保持港口的運轉 但是對於卡車司機 譬如說篩檢啦 或者是嚴格管控的一些措施 阻礙了電子產品 電器的 這個汽車的零部件 其他產品從中國出口 那麼資本經濟全球經濟學家Curlis 在上個禮拜有一份報告裡面就提到了 發達市場再度短缺 以及更高的運輸成本 尤其是電子產品 可能通膨高於我們的預期 而且持續的時間更長 他的意思是說 這間公司預測 在今年發達經濟體的通膨 原本預測 疫情已經告一個段落 可能有所緩和 結果沒想到打仗了 惡物衝突 對於歐洲供應鏈 也造成了影響 那麼中國的封城也導致 美國很多產品出現短缺 貨運跟蹤公司 Fractions的一個數據顯示 雖然這個幾個禮拜 運費終於有點下降了 但是還是遠高於疫情前的水準 截至上個禮拜五的 這個集裝箱的價格 一個40英尺標準的集裝箱 如果說從中國運到美國的西海岸 價格是一萬五千八百多美元 大幅的高於一年前 疫情嚴重的時候 同期是五千八百九十三美元 疫情還沒有爆發之前 2019年只要一千五百八十四美元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運費是 幾十倍這樣子的 十幾倍這樣在成長 那麼研究公司通膨觀察的首席執行官 奧馬里謝里夫他就說了 沒有辦法預測中國封城可能持續擾亂全球工業多少時間 也沒有辦法預測對通膨的影響如何 但是我們說這高通膨 也衝擊到了美國的其中選舉 CNBC就報導了 美國民眾馬修說 在幾個月前他們加油 美加倫的汽油價格是2.79美元 但是現在隨隨便便都是4美元以上的 不斷上漲的物價呢衝擊到了家庭預算 還有呢他們對今年選舉的看法 美國南部16個州呢 物價同比平均上漲了8.4% 美國的勞工局有一個數據 通膨呢像是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 價格同比上漲9.6% 在邁阿密9.8% 在亞特蘭大10.6% 供需失衡 還有通貨膨脹已經成為拜登在今年 面臨其中選舉 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無論是逛超市買衣服還是加油 美國民眾都選擇 從皮包掏出信用卡付款 先買後付 不過這樣的景象 恐怕背後隱藏的是 美國經濟的巨大隱憂 7.9% 那是最高的年紀育率 從1982年代的年紀育率 美國公佈最新經濟數據 繼二月通膨逼近8%大關之後 三月通貨膨脹率再度飆升到8.5% 打破40年來紀錄 美國家庭債務也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生活越來越貴 醫療保險的自付成本 更讓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相當痛苦 多達半數的美國民眾表示 由於負擔不起 在過去一年中已經推遲或是沒有就醫 另外還有58%的人擔心 沒有錢支付意外醫療費用 最終可能只能賣房變現 但對於民眾苦不堪言的生活壓力 美國總統拜登卻再度公開表示 通膨和物價飆升 都是俄羅斯總統普丁造成 拜登表示油價不應該取決於 獨裁者是否宣戰或是進行種族滅絕 暗指普丁入侵烏克蘭 導致國際油價上揚 而且拜登從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不是第一次把美國國內民生問題怪到俄羅斯頭上 第二大理由於負擔 是瓦达米爾普丁 現時的油價增加是瓦达米爾普丁 CN記者公布民調顯示 儘管美國失業率出現新低 但仍然有63%的民眾認為 美國景氣很差 並有多達86%的人認為經濟不好 都是因為通膨造成 而根據最新民調 美國民眾對拜登經濟政策的認同 一年以來已經從六成下滑到史上新低只有四成 拜登將責任歸咎普丁 能不能奏效 美國其中選舉將見分曉 記者張力報導 好 生活在美國現在日子有多難過呢 有很多東西都買不起了 美國三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呢 大概漲了8.5% 加州舊金山啊 每年呢 必須多花每個人哦 要多花13萬台幣 才能買到跟過去相同的生活用品 還不是買奢侈品 就是買你一般在買的東西 專家稱這一波叫做 負不起的危機 正在舊金山爆發 舊金山記事報呢 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分析呢 包含舊金山跟周邊的城市啊 比起兩年前呢 每個人啊 大約一年呢 你必須要多付4400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3萬元 在你的日常用品啦 交通 健康醫療的費用 那麼根據非營利的一個消費保護組織 主席Jimmy Court指出呢 加州的生活費 本來就已經讓人很難負擔了 就算基本工資15美元 新台幣呢437元 這樣子 時薪的工作者 必須要不吃不喝工作兩個月 你才抵擋得上通膨的速度 而且呢 還沒扣稅呢 這尤其是目前呢 舊金山房價在飆漲 他形容呢 舊金山彎曲啊 根本是美國覆不起的危機 最嚴重的中心點 那麼現在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呢 通膨是8.5% 有專家擔心 美國的通膨有可能飆到二位數 可能會破10 那目前的這個數字 已經打破了40年來 美國的高通膨 不過呢美國總統拜登卻認為 美國的通膨呢 造成是因為普丁害的 同時呢在今天兩度指控 一直把風向帶到普丁 犯下了種族滅絕 還做出了解釋 我們來聽聽他的原話 中共的電話 中共人對抗爭 中共人的電話 中共人對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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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這件事 我叫這件事 因為它變得更明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美国接下来恐怕呢面对高通膨也要升息了 那我们来看纽西兰央行呢在今天呢已经确定了升息两码 这是22年来呢最大的幅度升息显示呢央行已经担心通膨失控了 纽西兰央行呢将官方现金利率从1%调到1.5% 这是2000年以来首见一次升息两码 纽园呢也升值了一度升值0.7%到0.6902美元 那么升幅呢稍微收敛到0.26% 最后呢是守在0.6870美元 但是随着通膨的窜升到30年来的高点呢 纽西兰央行啊已经是连续四次的政策升息了 从去年10月呢升息了125个基点就是升息五码 不过呢这个风险在于借贷的成本可能迅速的提高 这会导致纽西兰的经济成长停滞 那么纽西兰其实现在疫情啊也很严重 房价呢正在下跌 企业跟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下滑 那么纽西兰是全球央行紧缩政策的先锋 由于各国的央行呢都在因应这个通膨串生的问题 加拿大央行预期在稍后可能会宣布要升息两码到1% 南韩的央行呢14号也可能会再度升息 好说到了这个通膨啊 光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小吃你就有感觉了 全球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出现了新一波的粮食危机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原物料在涨 当然呢成品就会涨价 从巴基斯坦的主食啦印度香饭 到韩国人每一天都要吃的Kimchi泡菜都出现了涨价潮 但是很多店家不敢涨怕这个一涨了变贵了 这客人就不来了 无奈的当然就是老板赚的比较少 消费者荷包呢跟店家的收入同样都有感觉 最近的薪水好像呢明明领的是一样 但总觉得花的比较快 我们带您从亚洲庶民美食的角度来看全球通膨 熟练的摇起一勺热汤倒入碗里 整碗面白满满的五色蔬菜配上金黄色的汤 汤头令人食指大动 只不过这晚被网友评价说便宜到吓人的庶民美食 这家位于台北大同区的旧式面 老板担心来势汹汹的涨价潮真的挡不住了 菜还有清洁用品之类都涨很多 那最近又要提升说电费又要涨了 而在台湾街边小吃涨价的例子 其实是整个亚洲的缩影 鲜艳的红色微辣的口感拿起竹签 试吃一口道地的韩国泡菜 这个对韩国人来说三餐必备的国民美食 价格也正在悄悄上涨 厨师熟练的把面条下入滚水当中 一边翻搅将热腾腾的面条盛入碗里 撒上葱花再搭配一盘榨物 用小麦制成的乌龙面 在东京这家面店大受欢迎 老板坚持评价美味兼具 吸引许多饕客前来朝圣 但实在无法附和成本 也在店内贴出涨价公告 亚洲的街头小吃正面临着艰难选择 承受更高成本的冲击或是转嫁成本 并冒着失去老顾客的风险 有南亚代表料理支撑的印度香饭 对许多巴基斯坦人来说就是日常主食 成本也在过去一年内翻倍 从小吃到餐厅万物含涨消费者 商家通通叫苦连天 疫情大流行影响供应链开始 再加上俄乌战争 国际原物料价格hold不住 掀起一波涨价潮 昔日的铜板小吃 已经快要让苦腸通膨压力的 普罗大众难以承受 记得张力报导 好 全世界接下来的经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每个国家都很有感觉的 世界贸易组织WTO 首次对于俄乌战争 全球影响发出了一份警告 他说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到 全球的经济解体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全球经济解体会是怎么样呢 但是话说回来 美国欧洲的政客还在讨论 还要对俄罗斯加大制裁 不仅拖累了世界经济 也可能会引爆 成为引爆美国通膨的核弹 如果继续制裁下去的话 美国自己也自伤 4月12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份美国的消费者 这个价格指数CPI 涨了8.5% 40年来最高了 欧洲学者现在很担心 如果再对俄罗斯制裁 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能源危机一亿欧洲人 无电可用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好朋友 同时他也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 他就大酸德国了 你就让老实的倒霉蛋德国 现在一边惊恐不安的去计算损失 一边流泪吧 目前还有欧洲的傻瓜呢 愿意为美国破坏生态的行为买单 但美国一切都很好啊 虽到都是欧洲 WTO发布了报告 由于俄乌的冲击呢 今年全球的贸易增长 可能从去年10月份 本来预期还有4.7% 告诉各位 现在可能没有了 直接腰斩 可能只有2.4%到3% 那么这场的打仗下来呢 降低了全球GDP增长 0.7%到1.3个百分点 导致呢 2022年就今年 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速呢 是下降的 而且可能会降到3.7% 那WTO也警告了 首当其中最有感的 当然就是乌克兰自己 但是呢 全世界都会接连的感受到 然后他提到了最惨的 就是欧洲了 他说呢 欧洲呢 是严重被经济影响的 这个经济体 现在呢 你知道吗 欧元区整体的通膨 刚刚我们说到美国 现在已经很高 欧洲更惨 欧洲的通膨已经是 7.5%了 有一些国家帮大家做了整理 出现了二位数的通膨 跟着美国走的立陶宛 现在人民生活很难过啊 通膨15.6% 荷兰11.9% 报告当中呢 也提到了德国三月的通货膨胀率 7.6% 什么东西涨最凶呢 燃料价格涨了50%啊 各位 食用油的价格涨了20% 基本的面包涨了7%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就是薪水不会涨 根据民调机构YouGov的一个最新调查 百分之大约有七分之一的德国成年人 难以支付生活成本 有在工作哦 但是我工作赚的钱几乎已经付不起 我就日常生活的钱了 在越境收入低于2500欧元的这个家庭当中呢 24%的人啊 没有办法应付日常开销 现在全球经济一片的混乱 欧洲感受通膨压力最明显 但是呢美国欧洲现在还在讨论 要不要再加重制裁 要不要禁运石油 这一禁下去还得了吗 俄罗斯的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 谢烈梅特他就建议了 他回应西方的不友好行为 他就提议说 那如果西方国家对我们这样的话 那俄罗斯我们要有必要实施反击吧 那我们可以暂时关闭天然气的出口阀门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学者 坦卡耶夫就说 如果俄罗斯真的这么做 把这个出口的阀门关掉的话 对欧洲的破坏程度堪比是投下一颗核弹啊 那么那一些呢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人必须明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洲的经济可能会降到乌干达的水平 现在呢在捷克的学者呢 也有数据分析 他说呢 从芬兰到保加利亚的核电站 欧洲核电站啊 40%的燃料 没有俄罗斯几乎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的浓缩釉呢 是占全世界的43% 如果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呢 对欧洲的制裁进行反击的话 可能会导致1亿欧洲人停电 现在呢有一个国际的慈善组织热施会呢 他们发出警告 疫情加上俄乌的冲突 全球陷入极度的贫困 每天 什么叫全球极度贫困呢 每天生活费不到1.9美元的人口数 将会达到8.6亿人 在今年呢就增加了2.6亿 这个数字呢 相当于英法德西班牙的人口总和 但是呢 目前人民正在打仗 还在最前线的乌克兰 他们的总统 泽伦斯基呢 似乎觉得制裁还不够力 乌克兰的经济在今年 被预测衰退45% 等于人民绝对是没有好日子过 也冲击到了全球粮食跟经济 泽伦斯基今天呢 又到了立陶宛的国会去演讲了 好 讲的内容呢 呼吁欧盟制裁所有俄罗斯的银行 还有俄罗斯的石油 等于是叫 欧盟啊 你们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 但他有没有想过 刚刚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如果欧洲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他们会怎样 他们的经济可能衰退 比乌干达更惨 然后呢 泽伦斯基还说呢 要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的期限 根据路透的报道呢 泽伦斯基说 等不及了 欧盟要做出决定 而且呢 他还点名哦 欧盟的每一个成员国呢 都要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能源的设定期限 欧盟成员国外长呢 先前说 欧盟现在正在演你禁运石油的方案 但是呢 欧盟还没有达成共识 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 只要一旦制裁了 对于他们国内的生活 绝对是没有好处的 那俄罗斯怎么看呢 俄罗斯的能源部长 舒利吉诺夫 他就说 那俄罗斯啊 不友好国家 我们也要进行反制 那对于友好国家呢 俄罗斯说 在任何市场价格区间内 他们要出售石油跟石油的制品 俄罗斯的国家杜马能源会主席 他今天表示呢 俄罗斯愿意接受 以不同货币的方式出口能源 那买方呢 可以选择 你要怎么付 不过前提呢 我要看我们两方的关系 是否友好 比如说中国土耳其 那他就可以用本国的货币支付 如果要用比特币呢 也是可以的 根据了解呢 哇 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 比特币是24小时之内涨了2%啊 另外呢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 在12号又走高了 每一桶是突破了100美元的 那么根据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这个数据呢 五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级原油呢 期货是上涨6.31美元的 好 怎么算下来呢 俄罗斯如果说真的要向 友好国家提供了比较便宜的石油 哇 这可能是一大冲击 可能也逼迫着欧洲国家 要不要跟美国一样选边站的政策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 就可以买到